第一届花冬快速背自行车活动 20号清晨6点在玉里忠诚国小登场 分为亲子逍遥组 登山王挑战组 还有冲刺王挑战组 虽然一早雨是较大 但选手们仍然享受一场竹风奔驰在乡镇临间的快感 一大清早所有选手带着自己的自行车来到玉里忠诚国小 就是第一届花冬快速背自行车活动 虽然一早雨是较大 选手们仍然享受一场竹风奔驰在乡镇临间的快感 正当花莲县受到地震 台风肆虐后观光旅游证不输之际 由宪府知道花莲县体育会主办的第一届花冬快速背自行车挑战赛 吸引来自全台喜爱单车运动的朋友齐聚忠诚国小 也提振当地的观光旅游 参加我们挑战赛的选手 交友组的各位民众 今天虽然下雨 但是既然挑战赛还是如期举办 请各位选手都要注意安全 顺利的完赛 然后如果真的没办法 也是安全跟健康 主办单位欢迎各喜好单车运动的朋友们到花莲及玉里来参加自行车活动 超越领风的同时 也别忘欣赏沿途的好山好水 品尝花莲在地美食以及体验玉里的风行文化 相信大家可以满载着美好的回忆回家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